欢迎来到汽车简报 为什么你可能永远不需要购买一辆电动汽车 英国每日电讯 专家表示 英国计划于2035年开始禁止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车 这不会影响大多数驾驶者 他们预测 未来几十年仍会有二手汽油和柴油车可供选择 并且在二手车市场上转向电动汽车的速度会较慢 专家还警告称 禁令的延迟可能会使驾驶者不愿购买新的电动汽车 从而导致未来二手电动汽车数量减少 拜登的世界末日式的绿色幻想将使我们所有人破产 英国每日电讯 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能源与环境中心副主席卡拉·桑兹 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拜登总统关于全球变暖的末日论述 被用来为政府对美国能源的战争提供理由 这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文章认为 政府的政策如推动迅速终止化石燃料的使用和推广电动汽车 考虑不周 无法实现气候目标 桑兹呼吁结束对美国能源的战争 倡导市场驱动的能源领域创新 泰国总理表示 泰国希望特斯拉 谷歌和微软等公司投资50亿美元 路透社 泰国总理 泰国总理 喜欢日本股票 为什么日本人不喜欢呢 华尔街日报 日本政府正在提高日本个人储蓄账户 NISA的免税投资额度 以鼓励人们更多的投资风险资产如股票 根据上多月日本银行发布的数据 日本家庭平均只将11%的储蓄投入股票 而将54%投入现金和银行存款 这远远落后于美国 美国家庭将大约39%的资金投入股市 我非常珍视它 价值150万美元的日本佛像 从洛杉矶画廊被盗 南华早报 一尊价值150万美元的 重达250磅的青铜佛像 被盗自洛杉矶的巴拉卡特画廊 小偷将一辆租来的货车 倒进画廊的车道 然后闯过大门进入佛像存放区 整个行动不到25分钟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此案 画廊员工正在重新观看监控录像 试图辨认出小偷的身份 LG化学将与Yushan 在摩洛哥建立共同的 LFP正级材料工厂 日经亚洲 韩国的LG化学 与中国华有集团子公司友山合作 在摩洛哥建设一座 电动汽车电池材料工厂 该工厂计划于2026年开始生产 将生产磷酸铁里 LFP正级材料 这些材料将供应北美市场 并获得美国通胀减少法案 IRA的补贴 LG化学首次进入LFP正级材料业务 以满足汽车行业对更便宜的LFP电池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因为汽车行业正在生产更实惠的电动汽车 该公司还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建设另外两个工厂 法国说唱歌手因巴黎谋杀案被判入狱12年 为报 法国说唱歌手MHD本名穆罕默德 希拉·莫汉默斯·西拉 因2018年在巴黎谋杀一名年轻男子 而被判处12年监禁 受害者被一辆汽车撞击 遭到暴徒袭击并被刺伤 MHD的另外5名共同被告 也被判处10至18年的监禁 另外3名男子被宣判无罪 MHD声称无罪 他有10天时间上诉 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 他坚称自己的清白 MHD因开创了阿菲利加陷阱音乐 而声名大噪 这是一种融合了嘻哈和非洲传统的音乐风格 绿色重型机械 电力在中国推动更多的建筑和矿业活动 南华早报 徐州建筑机械集团XCMG 是中国第二大重型机械制造商 希望将其电池和氢燃料动力重型机械的销售额增加三倍 占其总收入的30% 该公司正在寻求国内外零部件合作伙伴的专业知识 包括中国的比亚迪和丰田 以加快其产品线的电气化进程 XCMG的新能源产品销售额在2023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75% 达到52.7亿元人民币7.22亿美元 超过总收入的10% LG化学与华友集团合作 在摩洛哥建立共同的LFP正级材料工厂 路透社 韩国的LG化学与中国的华友集团合作 在摩洛哥建设一座电动汽车EV电池材料工厂 该工厂每年将生产5万吨磷酸铁锂LFP正级材料 这些材料将供应北美市场 并获得美国通胀减少法案的补贴 LG化学首次进入LFP正级业务 以满足对更便宜的EV电池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因为汽车行业寻求生产更实惠的EV LG化学还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建设两个设施 并在摩洛哥建设一个里转化工厂 阿尔伯塔省的皇家骑警表示 一名男子在驾驶时轮胎煤气撞车后死亡 多轮多星报 据报道 一名在阿尔伯塔省驾驶被盗卡车的司机 在警方试图拦截他使因继续驾驶轮胎煤气的车辆而死亡 皇家骑警接到爱德蒙顿警察局 关于一辆离开该市的被盗车辆的报告 没有警车追逐这辆卡车 但一架警用直升机监视着他的异常驾驶和高速行驶 皇家骑警使用了一个轮胎放弃装置来停止车辆 但嫌疑人继续驾驶并最终翻车导致他死亡 此事件仍在调查中 一名男子在外环丽礁桥发生碰撞后被送往医院 加拿大CBC 一名48岁男子在外环公路的一个主要十字路口 发生车祸并受伤 发现该男子违反了法庭的命令 并在现场被起诉 事故发生在北行车道的三叶草交叉口上 位于彼此纪念大道和横贯加拿大公路之间 该男子的车辆严重受损 导致通往该路的交通堵塞了几个小时 专家问答 有什么易于使用的代替劳斯莱斯的车 英国每日电讯 作者为一位88岁的男士 寻找替代他的1989年 劳斯莱斯隐隐的二手车提供了三个备选方案 第一个建议是购买一辆路虎缆胜极光 它具有较高的座椅高度和豪华的内饰 然而作者警告说路虎在可靠性方面的声誉较差 第二个选择是沃尔沃XC40 它提供舒适的乘坐体验和较高的座椅位置 最后一个建议是购买一辆奔驰BG车 它可能没有那么引人注目 但提供了宽敞的内部空间 你家里有多少个锂离子电池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消费者监管机构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 呼吁对锂离子电池产品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原因是由于故障产品引起的火灾事件增加 2023年前八个月的锂离子电池火灾数量 超过了2022年全年的总和 新南威尔士州消防和救援部门 今年已经应对了165起火灾事件 而去年只有114起 大多数火灾是由电源供应商引起的 如发电机 其次是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滑板车 电池充电器和移动电源 ACCC计划于下个月发布一份 关于与锂离子电池相关的消费品安全问题的研究 并呼吁对锂离子电池等超低电压产品 进行全国性监管 市政府将对海滩游客 实施更严格的停车限制 以安抚沮丧的居民 悉尼先驱晨报 邦迪海滩居民将获得更多免费 无限制的路边停车位 而海滩游客将面临更严格的停车限制 威尼利市议会计划 在邦迪的部分地区扩大居民停车计划 但对非居民实施两小时停车限制 这样做的目的是解决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 使游客更容易找到停车位 自2013年以来 该地区注册车辆数量增加了10% 但市议会认为每个共享停车位 可以减少多达6辆停在居民街道上的车辆 私家车牌的管道工被错误的要求支付 Ulas罚款 英国每日电讯 一名管道工买了个性化车牌给他的货车 尽管他的车辆符合Ulas标准 但他被迫支付数百英镑的Ulas费用 萨姆雷丁购买了4个车牌 拼成了guest job这个词 以帮助推广他的公司品牌 但伦敦交通局将这些货车归类为不符合Ulas标准 因为这些车牌是为2002年至2008年间生产的车辆而设计的 雷丁已经提交了车辆登记簿和符合Ulas标准的证明 并正在等待退款 感谢收听 以上内容展示了由6DO团队精心策划的最新简报和分析摘要 这些见解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家可靠媒体机构 智库 政府来源和专业专家 我们鼓励您探索这些来源 以获得全面的视角 请记住 尽管内容可能不总是与6DO BRIEF的官方立场一致 但并不意味着应将其视为决策的绝对指导 6DO团队由经验丰富的媒体专业人士 学者和杰出科学家组成 是一家开拓创新 完全独立的媒体机构 为了根据您的专业需求 定制6DO BRIEF 您可以选择在我们的网站 6DO BRIEF.COM上订阅各种简报 无论您身在何处 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方便地收到6DO BRIEF